各位同學今天講的是聚雍亭記4 今天我們學習歐陽修聚雍亭記 我們已經學過第一段、第二段 現在是看第三段 至於父者、歌與徒、行者憂於樹 前者夫、後者認 拘留是葵、往來而不絕者、除人猶也 林稽而語、稽心而語肥 讓全為酒、全鄉而酒裂、生牛野畜 疾之言、前層者、懈受怨也 怨飲之樂、非詩非竹、蛇者眾、逆者性 汪臭、交錯、喜在意圈蛙者、眾奔歡也 蒼顏白髮、褪然其中者、太受罪也 本段是由寫景轉為寫人物的動態 而顯出遊山的樂趣 其中描寫那些人是遊山門水的呢? 沒錯,就是徐州人民的遊山之樂 泰秀的奔俠銀屏中飲宴 那徐州人民的遊山之樂是怎樣的呢? 至於父者、過於徒、行者、憂於恕 前者夫、後者應、拘留其他 往來而不絕者、隨人由也 好,文中這一個字是怎樣的呢? 是指彎腰曲背 指身只是老人家 提攜、牽手、拉手的動作 是指小孩子 那大家試一下語役一下這篇文章 好,其實整段就是說 這篇文章說 至於立刻挑著東西的人在路上歌唱 行路的人在樹下休息 前面的招呼後面的回應 老老少少不斷在山上 在路上往來 這就是徐州人在游上山水的情況 太守與奔合的飲宴之道是怎樣的呢? 首先是苗世他們所享用的美酒和食脈 文章中 酒裂是甚麼意思呢? 只是澄清,只是酒味清淑 生牛野畜是甚麼食物呢? 野味和雜菜 那試一下語役一下這篇文章 在溪邊邊釣魚 溪水深 魚肯肥味 用釀泉來釀酒 泉水香 酒味清淑 還有各種野味和野菜 挫折來擺放在面前 這就是泰秀請客的情況 泰秀和泰秀的飲宴 食脈與酒是來自山中的資源 一點都不奢華名貴的 既然如此 泰秀和賓客一樣享受到很大的樂趣 接著作者是怎樣描寫他們的飲宴之樂呢? 飲宴之樂 有些被料 eating 词式的飲宴之樂 寫者中 逆者盛 關授交錯 喜在寅圈話者 眾奔歡也 蒼硬百發 妥然其中者 泰秀聚也 非絲非粥究竟是甚麼意思呢? 是解釋、言善,借代用言善弹奏的乐器,例如针、琵琶、竹、竹管,借代用竹管吹奏的乐器,月宵、笛、非诗、非竹就是指饮宴中的快乐,不是来自本人演奏的音乐 写字又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古人投赠入虎的游戏,光筹交错又是什么意思呢?光即是酒杯筹,酒令被罚饮酒,计算胜负的筹码 这句文字是解釋、宴饮、言善的欢乐,不用购管吹奏来座庆,投活的头众,下棋的德性,酒杯和酒酬 集联交错,人门画起画错,说小圈闹,这受是奔合欢乐的场面,哪位面容疮老,满头白发,最倒在众人中间的就是喝醉了的泰秀 到最后,我们给大家做了,我们给大家做 相信大家已经做起了,那我就对对答了 再 bás吧! 我们现在做起来,我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请大家看,我们不能厚着,不过第三次,我们下一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